为什么说这条铁路的重要性 一个是它是为我们四纵四横的铁路 往天上了关键的一束 应该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逐渐 因为高铁有了很多的变化 我们继续通过片子再来做一些了解 变化一 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京广高铁全线贯通后 北京至广州最快8小时 比目前京广铁路最快朴素客车 压缩12小时30分左右 北京至长沙最快5小时40分 比目前最快朴素客车 压缩7小时20分左右 北京至武汉最快4小时17分 比目前最快朴素客车 压缩5小时22分左右 北京至郑州最快2小时30分 比目前最快朴素客车 压缩3小时左右 北京至石家庄最快1小时07分 比目前最快朴素客车 压缩1小时左右 变化二 快行慢活时代来临 京广高铁从北到南串联 环渤海经济圈 中原经济圈 武汉都市圈 长珠潭城市和珠三角城市群 服侍人口加起来将近4亿 高效的出行缩短了时空距离 心理距离 甚至亲情距离 快行慢活的时代正在来临 过去匆匆忙忙的跟团游 会更多的被自助游和深度游替代 人们能有更多时间品味文化 享受旅行 变化三 更多竞争带来更多选择 随着京广高铁的开通 京广航线票价直降 以北京到广州的票价为例 机票经济舱最低时四折 票价670多元 与高铁二等座 865元的价格相当 沿线城市的公路客运线路和票价 也有所调整 铁路民航公路的有序竞争 也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优惠 快捷的多样化选择 还是高铁 高铁安全确实 飞机的话 因为天的原因 还有很多的因素 受天的影响 高铁不受天的影响